警消灯門這對夫妻一頭霧水 袁警請他把孩子抱出來 要看看有沒有哪裡受傷 警消檢視兩個小兄弟 一個三歲 一個兩歲 身上沒有明顯外傷 老大的臀部有點紅腫 孩子的父親 臉色難看 他太太從屋內 把剛滿月的老三抱出來 給袁警看 三個孩子都好好的啊 哪裡授獵了 只是幾分鐘前 管教孩子太大聲 遊客報案說有人打小孩 這一家人租房子在騎金老街附近 28號中午 三歲男童的媽媽騎車要外出 男童哭鬧想跟出去 爸爸安撫不聽 徒手拍打孩子的屁股 路過的遊客以為虐童打電話報警 因為小孩那個比較頑皮 然後那個大人給他施育 那個適當的管教 那本所處理之後有依規定 進行那個耳哨通報 家長管教孩子 男童哭鬧聲太大 到期間旅遊的遊客 急著打110 遠景來 救護車也到 最後證明是爸爸管教比較大聲 熱心遊客 誤會了 TVBS新聞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敏ende